我經常說英文很難學習 因為第一 很多東西記 人們經常說英文容易 只有26個字母 但可惜我們要記英文的單位不是字母 單位是要整個詞 整個字 這裏有個例子 很麻煩 魚的雙數是有雙單數 雙數是要加S或ES 魚的雙數是不加S 所以一條魚 兩條 三條魚 都是魚 Fish 都是Fish 不過有時有三種魚 或者兩種魚 魚就要Fish 代表魚的不同種類 所以這裏很清楚告訴大家 魚Fish 很多條同樣的魚 都是Fish 不過有不同樣的魚 要形容不同種類的魚 因為英文除了這些雙單數之外 還有一些動詞 有蓋式 現代式之類 對我來說 我最常犯的錯誤 就是這些什麼時候加S 什麼時候轉為第二個時間等等 不知道大家覺得 這樣的語言是好還是不好